大家好我是Ray 汽車輪胎的胎器關注組召集人 最近遇到很多爆胎的個案 上門教了 有些要修理 有很多問題 因為坊間或者網上很多說法 都不盡不實 我講的可能不是 汽車買一部車的USERMAN 你當然沒有看 泰氣當然沒有打 去整車才打 很多人說些說法 什麼叫泰氣 其實車這樣 要入一氣才可以走 大家以為像模型車那樣 但不止 因為今日我其實也飽了他 而且是真的 這輛車卸回來 我這輛車走了二十多萬公里 便裂了 便裂了便要消汗 但我的車不用消汗 打梯器就去到油站這個品牌不關我的事 去打梯器拔開那個蓋 就打下去,打到叮叮叮叮叮便OK 那個意思呢? 就是這個標,可能已經不太清楚了 寫著20磅30磅40磅50磅 單車當然不同,歐洲車廠的規格是2.5bar至3.2bar,視乎車的尺寸 上面有些黑度,例如300,400,500 mpa,mega puzzle 尺寸是1bar,300即是3bar,400即是4bar,200即是2bar 若果不打塌氣有何後果呢? 這塌子會走爛和撞車,說真的 車上有一個標誌,不知道在哪裏 有一個標誌在那裏,有一個標誌在那裏,看到嗎? 即是黑度,打幾顆bar,視乎車型,有些就在門邊的 門邊這裏,這個位置寫著2.5bar,3bar,還是3.2bar,我再拍這裏 就在這裏,過入蓋那裏 其實不夠胎氣,B板會不會著馬蹄形的訊號 或者叫做Tai Under Inflation,Pitch Check,Tai Pressure,Contact Dealer 那你不用Contact Dealer,Contact Type就可以了,或者找一些認識的人就可以了 那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胎氣不夠 這個轉速就讀到那個... 那個... 那個... 它會顯示,那它在標榜那裏就會出些很古怪的東西 即是ABS,什麼都出齊,那最好呢就... 做個外置,因為那些不可信,因為它只有有爆胎和沒有爆胎 那它亦都不知道哪條胎是漏氣的 除了貴價的車,M3,保時捷那些它會在Dash Board顯示 都不是很準的,這些外置都比較準的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 這個是我的車啦 你裝了一個外置的東西在這裏,領在這裏 那你就會感測到你的溫度和你的氣壓 它一不夠就會紅色和碰你 那你就要打,那你就知道你有機會去游站打氣 或者去一些會弄的人去打溫體氣 那會在這個錶裏面顯示 你喜歡自己上網賣都不關我事的 你喜歡買飽的也是 讓我講一下 那這個東西呢,有時都會沒有電的 和它會不準的 那最好你找個實際的錶 即是實際的錶,就讀一讀 即是,都落這個胎那裏 就讀一讀它的胎 那就是免除自己產生意外 那我要找個胎錶先 那你的錶板裏面呢,如果不夠胎氣呢 它會著一個胎 pressure的warning 就要用它著一條車先 就是這個錶,可以找個顯示 有一個比較實際的,實際 就是有個胎錶 那你領開了蓋之後呢,就讀下去 都落去,都落去,原來是40磅那樣 即是有時都不準的,實際 實際的錶一錶,都有定時錶 有些人有那些車尾呢 它後面有一些叫後備補胎翼 和那個充氣泵的,它的錶都可以做這個功能 你玩一玩啦,即是經常都去賣 其實你自己後面有的 Benz,Audi,好像沒有的 福斯都有的,保持也有 在車頭那裏,有時在車尾 你買個實際的東西,這個東西好像40元 我自己沒有賣這些東西 你自己上網買,有家裡買40元 還是60元我不知道,我都合買的 那你試一試,OK 那來到油站呢,就 搞到這個適合你自己的看器 實際是,實際是 那這個廠方這個油缸蓋,這個二壓,這個黑度,2.4巴,2.6巴,3巴,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車呢,這個數啊 是,多人坐那時候怎樣,小人坐那時候怎樣,這個數實際,實際行多少巴 是,最好呢,這個數呢,其實大家的爭議性很大的,最好呢,這個數呢,被你在Service Bay,即是在車間修理那時候去打的 實際呢,你來到油站打,打氣的時候呢,就不是的,因為,在歐洲或者在冷的地方呢,你如果跟著這條標打呢,就對的,但在熱帶地方呢,你這條胎走久了,它會漲了,和那個Pleasure會增加了, 简单来说你跟着这里打32磅,你去到油站就40磅了, 就是走完highway之后,所以实际你如果跟着这个打32磅, 你来到油站打32磅,你回到家拍下车一晚, 一晚一晚,实际就可能只有25磅, 所以实际点就打开这个盖,不用理会了, 总之,头尾即是35至42磅都可以, 其实无关系的,你都不可以太低, 因为你太低,即是40磅都可以, 日本车我不知道,即是40磅都可以, 因为你的人的心跳,你不是经常都70或60的, 你有时会去到晚上睡觉五十多,我五十, 有些人跑或者在做东西,我在讲东西可能我九十多, 无关系的,那个working range,即是35至45都可以的, 即是那个hot tiger,实际,实际, 你如果来到油站才打动态这条数, 回到家就会under inflation,即是不够气,实际, 实际,实际你真要想一想, 即是顶起来打一打梯气, 还有打足电梯气, 即是装个外置device,或者买个实际的标, 实际,打一打下去,这样就少一点意外, 因为现在很多,因为英国有四成交通意外, 是太气造成的, 伦敦人,伦敦人,大家留意, 装个外置,或者实际,打打打打气, 不过说了太多了,OK,最近都少拍片上youtube, 近一年都,OK,麻烦,实际,大家打打打气,麻烦